2 1 升旗了 身上黃色旗子 來自各國家參賽的熱氣球 開始進行熱氣球膨脹 2016熱氣球加年華活動 今年最受注目的熱氣球挑戰賽 7月2號展開為期五天 在台東縱谷的華麗競賽 我們現在可能的路徑就是 第一個我們就是飛到 低飛飛到龍田降落場 因為地面風現在是往那邊送 然後那個完再高飛 再飛到往這個方向來 去丟那個第二個把 那我們再決定第三個 這個是計畫 縣長黃建廷 搭上由台東飛行員達駭操控的 綠巨人熱氣球 和來自西班牙的Andrew 也是這次競賽的總裁判 他們擔任比賽的領導球 來自15個國家 20多顆的熱氣球 要角逐好名次 總獎金高達9500元美金 五天比賽下來 總成績累計 冠軍的獎金是美金五千 第二名是三千 第三名是一千 我們特別設一個台灣最優的成績 五百塊美金 所以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台東台灣第一次舉辦 國際性的熱氣球比賽 我們很高興台灣的選手也有機會跟 14個其他國家的選手來交流學習 我想這樣的一個比賽 未來可以在台灣建立起一個新的比程 比賽的規則聽起來很簡單 但卻是難上加難 不但考驗飛行員的飛行技術 還要和風向比心機 找勳大會在地面上設置的標靶 要在空中投擲豆包 以越接近標靶中心 分數越高來計算 但是除了找勳已經確定的 兩個標靶位置 還要找勳第三處 隨機設置的標靶 你看我們設了這個標靶以後 就有兩顆球馬上追過來了 所以這個是負責設標靶 第三標靶的球 那他的任務就是設置了標靶之後 要讓其他的球看到 然後就過來 所以今天的風向 對這些飛行員都比較辛苦 剛才大家停留在那個高空在等風 然後一方面等風 一方面等 看看我們設置的標靶 第三標靶的位置 假如他們有辦法過來 他們就可以在這邊拿分數 然後如果更好的話 這個拿了分數以後 再去拿第二個標靶的分數 那第一個標靶看來 他們是沒辦法 我目前是佔據領先 這個比賽就是這樣 要掌握那個風向 跟掌握地理位置 以台東這個 那個地表的風跟上面的風 跟如果有一個台階下來 風都不一樣 那越有經驗的 他就知道說 如果標靶設在那個位置 我怎麼樣去掌控 這些因素 然後讓我的球 飛得越距離標靶 越近越好 剛才我們 我們那個第一個標靶 我們算夠近了 我扔出去的那一剎那 我以為我會正中核心 結果看著看著 他就會往裡面進來 所以最後還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不過據他們講那樣 已經也算很不錯了 那所以飛行員 他自己又要控制飛 到時候又要去丟 那像那個 像那顆日本球 他贏過世界冠軍幾次 他很厲害 他如果找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他可以很快的 從高空快速 極速降下來 那越接近的時候 他再去丟 那準確度就當然越高 那就是比賽的竅門 很有意思 天空中繽紛的熱氣球 除了爭相比美 還要比最高的競賽分數 也吸引著熱情的民眾追逐 對啊 我們從那個上面 都一直跟著他 對啊 跟著他到這邊來 熱氣球讚 2016熱氣球嘉年華 在台灣史無前例 辦理的五天熱氣球競賽 讓圍棋38天的熱氣球活動 除了天天都有驚喜 更增添了另一種刺激感 東台新聞 鄭惠如 范耀玲 入野鄉採訪報導